来,关站一把捷克 调酒佣兵机械加古董 修机速度快 有打架能力,有补给能力,有救人能力 这个阵容完善 这个阵容捷克不好打 如果说飞轮带的够多 这边调酒师双坦 机械师飞轮 古董上这边双坦 飞轮带的不够多啊 这波有骗下来吗 没有骗下来 没有骗下来 调酒师 这里如果不抓的话 转手抓的是机械师 机械师的话 娃已经放出来了 那抓这个机械师 捷克其实是很亏的 捷克其实很亏 他这边还是回头啊 想要再来找一找 这边刚才第一个鬼屋的人 好,看见了 看见了,调酒师 现在捷克的技能已经快好了 这个调酒师想要开车是比较难的 这边的话直接是吃一个实体刀 移行好了 我觉得调酒师走不了 因为他没有飞轮 移行这边直接跟下来落地 好的 呦,这边以穷者下来看 我去,怎么我下来了 还没你快吗兄弟 而且这边似乎还能够打到这个机械师的娃 即便打不掉 我压住这个机子 我也不亏 这波捷克的一个选择和操作真的很亮 他的选择是 因为我刚给大家讲了 这边抓机械师真的是亏的 对吧 你机械师在哪里抓 你在站台 起点抓 机械师有没有可能开车 有可能开车 机械师不开车 就算倒在起点 你过来打这个娃距离也太远 而且抓了机械师 外面人全部爽胸 傭兵吃 傭兵救完人 一刀打双倒 傭兵救完人以后 找调酒师喝口酒 还可以再来救人 非常舒服的一个穷者节奏 而这边抓了调酒师 甘尔道密码机 傭兵这边被吃双倒 太舒服了 这个局真的就是靠捷克的一个个人实力打得好 不是我催 有多少观众 这边都还预判了一手 他还要去打这边密码机的人 结果这边没有人 这一手的话 反正就是横竖这个机子的CD 对吧 这物人CD空着也是空着 能打一刀是一刀 万一打中了呢 打中了不亏 打中了我血钻 打不中我不亏 这边机械师的娃娃给佣兵补起来 状态 我们来算一算 现在的话密码机 差的还是蛮多的 机械师过来救人 这波机械师有一个飞轮 杰克这边的话 一刀物人甩中 好那这边的话防不防这个飞轮 防不防蓄力刀 防飞轮 nice完美 哇这把杰克好顶啊 顶翻天 就真的不仅仅是操作好 他的一个意识 抉择 完美无缺 这里佣兵 两人再度相遇 怎么说 一个误刃跳 好这边 一刀误刃 差一点点没飘中 追了一刀 追了一刀 椅子刀 机械师操作娃娃 穷者这边并没有放弃 只是呢 现在这边的杰克 第一他压住了遗产机 第二呢 这边既是二挂 第三呢 穷者这边 佣兵已经没有道具了 一切的一切都已经很难 非常难 再挽回打了 等于说外面需要重新再起一台机子 外面需要重新再起一台机子 才有可能打三人开门战 而且呢 即便是三人开门战 好像重新起机子 机械师已经挂飞了 除非这边杰克出失误 古董商 看一下啊 这波穷者 亡命一波 也确实只有这一轮的机会 一刀先把这边 戒尸带走 古董商过来 准备打架 要把这个局势拖 拖成什么 哎 抉择又再一次正确 你们机子不够 你们想要亡命一波 我这边金生一顶 把人挂飞 怎么地 都不可能三人开门战 哇 这一手金生是真的顶得漂亮 这手金生呢 你看似好像 哎 是不是降低了自己的四抓面 但是 其实只要这一波 不给瓊子打出那种超秀 而且杰克这边不出失误 其实也够了 其实也够了 而瓊子这边的耳机 大家可以看到 密码机差的真的不多 密码机差的真的不多 就差了没多少 这里找到佣兵 古董商过来掩护一手 一刀无刃 打中的是娃 追刀没中 佣兵这边还在坚持 古董商这边去补遗产机 难道真的要出现开门战了吗 这里杰克有点犹豫 他想的是什么呢 我万一去追古董商那边密码机 点亮了古董商有没有可能跳地窖 因为他再也管不了这个佣兵了 因为佣兵是个金生 管古董 好的 古董这边要打出一轮指割效果以后 强点密码机 82的机子不够 一个漂亮的误刃带走 佣兵这边 法师下的机子补一补 做个收尾 好的那么本期视频到这边就结束了 因为后续的话是不太可能出现一个翻翻平局了 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